欢迎来到新闻榜 娱乐圈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地方 对明星颜值的要求堪称严苛 很多明星美貌的背后 都有天然与人工合成的痕迹 女星整容打针似乎已经成了几乎公开的秘密 但其实动脸微调可不是女星专利 很多大家熟知的男星们 他们的脸都动过刀子 男明星的精致程度不比女星 但他们动脸以微调为主 不过前后的对比一样惊人 这八位大众熟知的男星 有国际打星 有喜剧天王 甚至还有神颜天花板 你绝对想不到原来他们都微调过 一 成龙 你没有看错 一直以硬汉形象势中的成龙 也会去悄悄地割个双眼皮 一刀的改变影响的不仅是颜值 还有成龙的视野线 可以说割了双眼皮后 成龙的视野才开始突飞猛进 曾经原装的成龙 小眼睛 单眼皮 再配上大鼻头 可以说是一张毫无辨识度的路人脸 这样的长相想出道就演主角 明显不太可能 所以割双眼皮前的成龙 基本都是跑龙套 眼配角的状态 娱乐圈其实就是一个看脸的圈子 就连不靠脸吃饭的打星圈 都是五官端正的人 更吃香 比如当时的狄龙江大卫等 二十来岁的成龙 则被古龙当众嫌弃过颜值 当时在酒剧上 成龙一杯杯敬酒 只为讨一个剧本 却被古龙直言 我的戏不会写给他的 他太难看了 成龙听了后深受打击 在厕所边哭边吐 直到1979年 成龙在拍最拳的时候 眼角被踢破 他顺道去割了个双眼皮 眼皮改变一小步 颜值提升一大步 割完双眼皮 成龙的眼睛变大了很多 也更有神了 甚至神奇地拥有了卧蚕 这些细微的改变 让成龙的脸更有辨识度了 也为他增添了精气神 说来也巧 成龙正式走红 就是在罪权之后 他的成名除了赶拼能吃苦的精神 应该还有双眼皮的一份功劳 原本小眼睛带来的间谐气质 一下子变得伪光正起来 成龙的戏路立刻就打开了 动了脸的成龙确实端正不少 29岁的他还登上了时尚杂志 双眼皮让他的下垂眼 有种无辜感 这样的他甚至能称得上 是一句金色小鲜肉 所以从成龙正式走红开始 这双双眼皮就一直存在了 因此大家对他的外貌认知 比较单一 似乎他从小就长这样 翻看成龙的颜值变化时 他改变的主要是眉眼 但明显的个人标志 大鼻子倒是从小就没怎么变过 大众印象可以改变 但基因是骗不了人的 成龙的一双儿女 都完美遗传了他的原有颜值 方宋明和吴卓琳 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 单眼皮 小眼睛和微大的鼻形 都宛如客服一般 像极了原装成龙 谁看了不得说声 成龙大哥的基因果然是强大啊 割双眼皮的打星 不仅有国际巨星成龙大哥 还有真子丹 真子丹在早期作品《笑泰节》里 还是很明显的单眼皮 嘴部有轻微爆牙 虽然五官整体是端正吧 但也不算是标准的主角脸 一直活跃在荧幕上的真子丹 让影像记录了他的颜值变化 从单眼皮到欧式大双 牙齿也明显整齐很多 整牙加上割双眼皮后 简直判若两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 真子丹这双眼皮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很多人也都以为 这双欧式大双是他的原装眼皮 同样还是那句话 基因不会骗人 别的不说 就真子丹儿子这单眼皮 跟爸爸以前长得真相 论喜剧天王周星驰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星爷靠喜剧和才华 吸引观众目光 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眼皮的变化 从单眼皮到双眼皮 咱们星爷也偷偷去微调了 周星驰对这件事毫不避讳 他直接在一次采访里大方承认 他这双眼皮还是在TVB的时候割的 当时他拍完赌胜 当时的好友冯美姬说 单眼皮容易显得双眼无神 建议他去整成双的 周星驰就去尝试了下 所以赌胜之后 周星驰就拥有了双眼皮 决定割的过程很随性 星爷割出来的效果也不太理想 有时在电视上还能明显看出 他割过双眼皮的痕迹 随着年龄增大 星爷眼窝变身 还有向三眼皮发展的趋势 坦然接受双眼皮的星爷 对自己捧出的女星却很严格 据传当年张雨琪在长江七号所红后 自己去割了双眼皮 引得周星驰大怒 认为眼皮的改变会影响他特有的气质 可能他对自己草率决定割双眼皮 还是有点后悔的吧 不靠脸吃饭的打星 喜剧明星都开始形象管理了 号称神颜天花版的男星们 那自然也逃不过微调 让许多观众甚至圈内女神 纷纷沦陷的金城武 也有过脸部调整 男神曾经的颜值可没有那么精卫天人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单眼皮拖累了整体管关 等他割完双眼皮后 眼睛更加深邃了 配上优越的山根眉骨 便形成了更加标准的浓颜 即使金城武原本的眼睛就不小 眼角很尖 但是配上双眼皮后 才算是真的浓眉大眼 他的气质也变得大不相同了 从临家帅哥变成了绝色男神 这双眼皮割得很直 5.古天乐 从其他例子就可以看出 适当微调确实对颜值提升有帮助 但也有人动脸后的效果微乎其微 甚至大不如前 古天乐就是个失败的案例 曾经白骨的颜值 夸一声完美都不为过 年轻时古天乐的眼皮 原本是小内双 只有在垂蒙时 才能看清楚他的双眼皮 但好在古天乐的眼型很给力 细长的眼型搭配内双 反而使他独具一种 秀气与俊美并存的气质 最让人痛心的颜值变化 使他对自己的眼皮动手了 2001年拍《寻情记》的时候 他还是个内双帅哥 到了2009年的《窃听风雨》里 古天乐的眼皮就变宽了 肿容的痕迹也非常明显 两个眼皮整齐得像两条平行线 一点都不自然 当他出席活动时 媒体的高清镜头 更是放大了这种假感 甚至还多了份油腻 仔细观察 这个出的眼皮弧度还不一致 左眼弧度明显比右眼更饱满 以前的古天乐一滴眼 那破碎感我见油帘 现在的古天乐一滴眼 只剩那违和的眼皮了 因为这动刀痕迹 未免太明显 太不自然了 6.张学友 要说脸部微调后 调了个寂寞的 那还得是天王张学友 在四大天王里 谁最帅一直备受争议 但谁的颜值最垫底 大家的意见倒是很统一 自然是歌神张学友 能成为天王 张学友自然算不上仇 但比起其他三位的颜值 他还是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能出名也是唱功加分 张学友也为改善颜值 做出个努力 他去割过双眼皮 但努力到头却发现 白努力了 动刀后 他从明显的单眼皮 变成不明显的双眼皮 这份改变 没为他的颜值过多加分 却也没有减分 留下的可能就只有眼皮上 那道浅浅的痕迹了吧 7.张家辉 虽然没有人在意 这位影帝的眼皮是单还是双 可能不特意提起 大家都以为张家辉 一直长现在这样 但眼皮的改变 对张家辉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张家辉割了眼皮后 眼睛都变大了许多 而且也明显有神了 最关键的是 他割得很自然 两边眼皮的弧度 也很对称 而且这个人工眼皮 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 变得很假 甚至越来越犀利 越来越有味道 8.刘凯威 刘凯威算是个标准的新二代 虽然有明星老爸的助力 但是在他来内地发展前 几乎是默默无闻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 他的长相拖了后腿 单眼皮 宽鼻翼 这样的长相 在神仙大家的TVB 确实很没有竞争力 决心来内地发展后 刘凯威的演艺事业 才有了起色 除了资源等原因 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 就是他颜值的提升 从略微路人脸到男主脸 刘凯威的变化不小 以其他只割了双眼皮的男星相比 刘凯威似乎调整的地方有点多 除了明显单双眼皮变化 好像还缩小了鼻翼 提高了山根 这些改变直接让刘凯威 符合内地观众的审美取向 浓眉大眼 眉骨山根高挺 看起来很有男主向 刘凯威颜值上升后 也确实演了很多男主 大家这才慢慢认识他 所以在观众的印象里 他一直长这样没变过 现在想要看刘凯威从今的影子 恐怕得从他女儿身上找了 众所周知 刘凯威的前妻杨幂 从小便是优越的双眼皮 那么小糯米的单眼皮 明显是随了爸爸 果然基因一成是最诚实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在看脸的娱乐圈混 更是要做好颜值管理 不管男星女星 未变美微微调整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也希望各位明星 根据自己的特点 找对医生不要乱整 有人微调改变心路 也有人瞎整 破坏了神颜 娱乐圈从不缺男神 但很多男神也逃不开岁月的痕迹 而在岁月面前 男神们选择了两条路 有人选择自然衰老 有人却选择变成科技脸 古天乐 古天乐年轻时 一度被誉为神颜级男神 他饰演的杨过 做到了真正一见杨过物中身的程度 就算后来变黑了 寻情记里的向少龙 依然是顶级男神 众所周知 古天乐自成名开始 就广结善缘 一路风雨兼程 千辛万苦 从未停下匆忙的脚步 尤其是在爱心事业上 他一直以来都热衷慈善 帮人不分阶层 只要是困难的人群 他都乐意解囊相助 经统计 2003年以来 他资助建造了105所学校 30多处医疗所和50多口水教 持续输出金额高达数千万 不久前 还有网友爆料 古天乐向部分香港底层艺人 给予了每人9000港币的资助 古天乐是个非常有张力的演员 不论是在大荧幕上 还是小银亭里 他都斩获颇风 此外 他在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 古天乐不仅是史上最年轻的TVB世帝 还在2018年 荣获第16届世界杰出华人奖 可谓是名利双收 只可惜没有爱人和他一起分享 这些年 古天乐一直致力于拯救香港电影 每年制作和出演的港影 至少五六部 没想到他的花期却很短 香港男星向来给人印象很会保养 但古天乐却恰恰相反 才五十多岁 就一脸疲惫 看起来不但憔悴 连五官面相都变了 近日 古天乐频频亮相 近照被网友调侃像三星堆面具 眉尾上挑 双眼突出 眼带明显 嘴唇很薄 面相变得凶狠 几乎看不出年轻时的样貌 古天乐不但五官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脸也给人一种僵硬的感觉 科技感十足 郭建安 科技脸确实会让男神面目全非 五十八岁的郭建安 也是一个例子 郭建安不仅在港圈中 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 而且他的内地员 也一直都还不错 作为演员的郭建安 无疑是优秀的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他更是获得了千面小生的称号 此后他的演艺事业更是风生水起 红透了半边天 成为港圈的又一个神话 在观众看来 最能证明郭建安演技的 是他的三料式地之称 此外 除了郭建安 红红火火的事业之外 他的家庭也很是美满 他与他的妻子 相识于一个旅游特辑 两人相恋七年 而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两人相差了15岁 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人生活甜蜜 之后妻子 欧静一旦下一儿一女 郭建安也获得了儿女双全 但是步入中老年之后 有网友发现他近两年连 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年近60岁的郭建安 变得销瘦很多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严重 一脸皮态很显老 而且五官看起来很不自然 和旁边的陈豪对比更加明显 尤其是眼睛变小了 马德忠 马德忠被誉为TVB第一海拔型男 他曾是G4特警出身 还被选入过香港排球队 在90年代初期被星探发掘 进入模特圈 但是他的帅气很有争议 大部分人觉得他身材高大 鼻梁挺拔 鹦鹉不凡 也有人觉得他是马脸 且面部中间略有凹陷 正中带鞋 坦率地说 马德忠高大的身材 和硬朗的气质 为他加分不少 尤其是配合各种制服 很适合眼精英人士 马德忠前两年 也身陷整容风波 虽然他自己出来澄清 自己没有整容 长相的变化 是因为长期吃素导致的 但不得不说 他的变化确实很明显 马德忠脸上最大的变化 是眼睛身陷 眼窝凹进去 让他的上半张脸 看起来很不自然 显得很僵硬 其实马德忠的状态 还是很好的 55岁 身材依然挺拔 看得出来他很自律 脸上没有任何发福的迹象 而且皮肤紧致不会松垮 陈浩民 说到科技脸 自然少不了陈浩民 他的段宇和哪吒 当年惊艳了一代观众 但中年后的他 却沉迷科技脸 陈浩民亲自公开过自己打针的照片 年过50岁的他 虽然皮肤光滑紧致 但脸部肌肉僵硬 鼻子变得很大 双眼皮夸张 几乎变了一个人 而且科技脸也不能保证永远年轻 在电影里就暴露了他发肤松垮的脸 此前他主演的网大东游转上线 却被网友嫌弃的不行 这部电影不收费 但观众还是打了满屏的一心 当他和真正20岁演员同框时 小书童称的他 完全就是位满脸皱纹的大叔 比起书童和少爷 这俩人更像是书童和书童的爹 除此之外 这部剧特效廉价 剧情老套 演技浮夸 陈浩民为了挣钱 真是什么饭都吃得下 成龙 成龙不仅在香港电影 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绩 还成为了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 在观众的印象中 好像一直以来 成龙就拥有了大鼻头 双眼皮 五官看起来非常的协调 成龙一直没有给人动灵男神的感觉 更谈不上什么刻意保养 但令人惊讶的是 如今快70岁的他 状态看起来非常年轻 晚年成龙喜欢穿中式服装现身 常年习武让他的身材挺拔 完全没有勾搂老人的颓废气息 因为喜欢戴着眼镜 一定程度掩盖了他眼睛的疲惫 每次亮相总是给人一种 不会变老的感觉 钟振涛 大湾区晚会上温娜乐队 引起了一波回忆杀 其中最令人感慨的是 钟振涛竟然这么年轻 钟振涛很早就来内地定居发展 还在上海买了别墅豪宅 和二婚妻子以及儿女 过着多年幸福生活 他曾说自己赚来的钱 除了买房子 就是放在音乐上 也许生活美满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外貌 70岁的钟振涛 完全没有老年人的特征 精神饱满 皮肤有光泽 说是50岁 也有人相信 刘德华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悄然间 刘德华已经60多岁了 他七年不吃肉 至今还活跃在一线 成为不老传奇 60多岁的刘德华 不仅有着年轻的脸庞 还有着耀眼的星光 却处事低调 为人谦逊 前段时间的大湾区晚会上 刘德华 成龙和钟振涛的状态 惊艳了很多网友 刘德华是港圈有名的动灵男神 但他并没有变成科技脸 而是靠自己独特的一套动灵秘籍 刘德华曾分享过 自己一天要喝二十几杯咖啡 九年来一直在吃素 对自己的外形管理非常自律 可以看到 其实刘德华脸上的皱纹 还是很明显 但是他的身材挺拔 精气神很足 加上脸上没有半点发福迹象 脸不紧致 所以看起来依然很年轻 周润发 想必大家对周润发都非常熟悉了吧 周润发可以说是娱乐圈里 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很早就出道的他 至今拍摄了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估计大家在童年或者青春时期 都有看过周润发的影视作品吧 其中有很多 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而且周润发的人品 可以说是娱乐圈里数一数二的 周润发为人非常的低调 虽然身价非常高 但是出门的时候 还是乘坐地铁 毫无明星架子 真的是让人敬佩 同样年近70岁的周润发 和上面两个人的状态 就差别很大 都是选择了自然衰老 但可能是因为晚年沉迷跑步 经常暴露在阳光之下 周润发晚年老得很快 虽然周润发的身体素质很好 还能参加马拉松比赛 但因为太瘦了 周润发的脸部干瘪 皱纹又多又深 脖梗和手臂也不满皱纹 虽然近日已经修剪了头发 看起来比之前年轻不少 但还是看得出来 已经是老年人的年纪 梁朝伟 梁朝伟和刘德华同岁 两人年轻时 梁朝伟的样貌气质 甚至在刘德华之上 但到了中老年 两人的状态差别却很大 刘德华被誉为偶像界长青树 刚刚过完61岁生日的梁朝伟 已经是个白发老头 梁朝伟的状态可以说是最贴近 普通人衰老的状态 也是最松弛和最舒服的自然衰老 两鬓花白 眼角有明显的皱纹 但它的五官没有很大变化 面相比年轻时更加沉静 任达华 任达华和梁朝伟一样 也是自然衰老的代表 任达华年轻时不算神言难神 但气质很好 任达华年轻时的样貌 本来就比较成熟 老了觉得变化不大 不过眼睛的疲惫感就比较显老 脸部也发福明显 但它的身材保养得不错 虽然称不上洞灵 但也比普通同龄人年轻了 看了这十位港圈 老牌男神的近兆 令人感慨 虽然自然衰老很残酷 但是比起科技脸 还是自然衰老更加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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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